東莞一個單親爸爸 趁著新冠肺炎疫情學校停課 帶著4歲的女兒 踩單車由廣東去到西藏 展開婦女一段難忘之旅 一起看看 來自東莞90後的這位單親爸爸 4月初趁新冠肺炎疫情學校停課 為女兒兜兜送上特別的生日禮物 她為兜兜訂製防曬防雨的小拖車 並連接在單車後面 帶女女從東莞出發 展開4,000多公里旅程前往西藏 沿途她不時用相機和航拍機 記錄同個女兒在旅程上的點訂 並上載到社交平台 隨即吸引網民關注 有人質疑她帶只有4歲的女兒 到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 這些高原地區並不恰當 甚至批評她的做法魯莽 不過作為爸爸的她 強調出發前做足功課 以個女兒的安全健康為重 有豐富長途單車旅行經驗的斗浩培 每天完成幾十至過百公里路程 途經廣西、雲南等地 經過71天的旅程 終於抵達西藏拉薩 帶女兒這樣出去一趟 也是教會她一些堅持 教會她任性的一些東西 可能路上會遇到很多困難 只要不放棄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不過她說 這趟旅程最重要的 都是製造了 和女兒之間溫暖的親子回憶 當她重新去西藏的時候 她會有不一樣的情感 會記得我小的時候 我四歲的時候 爸爸曾經騎了單車 就帶我來到這裡 她又希望日後 能夠花更多時間陪伴女兒 和她一起成長 兩婦女目前在海南三亞 展開新旅途 並計劃年底到北方探索 無線電視機在梁永山報導